循南西长山道人隐居,唐代,刘长青,一路清醒处,梅台见旅痕,白云依静主,春草碧衔门,过雨看松色,随山道水源,西花与蝉意,相对异望言。 一闻,一路上经过的地方,青台小道留下邪痕,白云依微安静沙舟,春草环绕道院闲门,新雨过后松色清脆,循着山路来到水源,看到西花心神沉静,宁神相对默默无言。 创作背景,诗人性冲冲步行山中,拜访一位道士,不想却吃了个闭门羹,在居所远近寻找,仍未如愿,诗人非但没有产生失望惆怅,反而获得精神惬意和心理的满足。此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所做的。